將軍澳晚上有人發生爭執 一個男人受傷 一個穿綠色衣的男人 晚上11點多 在上德川一帶過馬路時 被指曾經指罵在場的人 有人追前 一個男人聲稱要報警 多個穿黑衣的人繼續跟著他 有人開傘 去到一間便利店內 之後見到一個男人額頭流血 在場的急救員為他治理 最後一次